好好听听Finder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谈谈民进党的司法美学 那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重新裁定柯文哲的严压庭 那不出外界的意料 那柯文哲被严压到明年的1月5号 那至于呢 北检到底会不会等到这个严压起满 也就是呢 让柯文哲在北土城看守所跨年 之后才起诉 目前看起来这个时程上 恐怕是非常的紧迫 而且看来的重点是 以橘子徐子瑜还没有倒案为由 严压柯文哲代表呢 除了橘子之外 针对柯文哲的金流 目前看起来呢 北检仍然是一筹莫展 那压了柯文哲 民众党当然反应激烈 就表示没有明确的证据 以及金流侦办的方向 就要压柯文哲 那还说会串政 那橘子目前呢 被这个媒体报导呢 他已经从日本到了澳洲 那而且是在10月初 北检发布通气之前 就到了澳洲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那之前呢 这个绿媒在这个政论节目上面 夸言说在大阪看到了橘子 那如何隐身在大阪 这个不知名的街巷当中 躲避追气的种种会声会影的说法 那现在如果真的认为 在10月初发布通气之前 橘子已经到了澳洲 那一段所演绎的 活灵活现的大阪生活周记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再度被证明 那除了压柯文哲之外 这个司法界最被议论的话题 就是台南的院检 是不是联手放水 让掏空台盐11亿的陈启玉 台盐绿囊的陈启玉失联了 那陈启玉因为台南地检署 侦办台盐绿囊掏空案 掏空国营事业将近11亿 是一个重大的掏空弊案 结果呢申请积押 没想到台南地院呢 五宝试回 那这中间拖延的时间 其实相当的长 从10月20几号 五宝试回之后 一直到10月31号 再重开积押庭 这中间当然经过了台南高院 这个撤回 这一个五宝试回的裁定 要求台南地院 重新裁定的过程 那没想到呢 在这个10月31号 开积押庭 连着三天 陈启玉都没出现 那外界惊觉 陈启玉是不是已经逃亡 那这个逃亡 而且还不是弃保潜逃 因为呢台南地方法院 根本是无保释放 没有弃保的问题 那而且呢 恐怕可能是直接从 正常管道出境 因为台南地检署 也没有针对 陈启玉 限制出境 更不用说是 针对他做电子监控 既没限制出境 也没电子监控 那现在 在积押庭前夕 人失踪了 那台南地检署说 动员了上百人 追气陈启玉 那两三天之后 告诉大家 仍然找不到 那追气无功 于是呢 说要发布通气 那对于陈启玉的 整个启动调查过程 显然罪证 比橘子要明确太多了 那台延绿能的 这一个掏空案 检方所掌控的证据 都已经可以到 申请积押了 可是所启动的 发布通气防淘机制 居然还不如橘子 那橘子呢 在从证人转为被告之后 立刻被通气 还注销了护照 那俨然是要大行伺候 那吓得橘子不敢回来 而陈启玉呢 这一个证据明确 掏空11亿的重大弊案 既没限制出境 也没启动防淘的电子监控 甚至还是无保释回 那说起来 陈启玉不逃 恐怕也让这个外界 会有点意外 所以才会有怨检 是不是联手放水 要让陈启玉有时间 可以逃的 这样子的一个阴谋四起 那陈启玉案子 如果侦办下去 是不是会继续往高层 延烧 动摇民进党的党本 所以呢 陈启玉不如让他可以离境 避免这一个 征讯避免调查 那事实上呢 有关于这个陈启玉 会不会逃这件事情 在陈启玉 无保释回之后呢 谢龙介在立法院里头 质疑了法务部部长 传闻有南部台南的绿营大咖 因为司法侦办案件 极有可能会落跑 那当时法务部部长 说不涉入个案 但是呢 会去关心相关的市政 那谢龙介这一次 可以算是神预言 才刚刚直询完法务部部长 有人要落跑 而且是绿营的大咖 涉入的弊案 结果还真的让陈启玉给跑了 而这一段期间呢 检方侦断 侦办金华城弊案 以及民众党的政治献金案 那之前呢 这一个柯文哲的大帐房 李文宗还有会计师端木正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们在被侦办政治献金案的时候呢 因为伪造文书的罪嫌被交保了 结果呢 检方启动了电子监控 那启动电子监控 针对伪造文书案 这已经是非常的罕见 那只能说 检察官呢 是高度的重视 跟这个民众党相关的案件 跟柯文哲相关的案件 那压了这么多人 然后呢 第一个两个月的积压期 目前看起来呢 是并没有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幕 所以要继续所有人烟压两个月 那理由是橘子还没有到案 那橘子还没有到案 橘子到底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 但是已经注销护照 跟发布通气 那已经有相当多的市政指出 陈启玉掏空了 台延国营事业11亿 结果呢 吴宝释回之后呢 一没有限制出警 二没有电子监控 没想到一个重大的掏空弊案 检方的防淘机制 还不如两个伪造文书的嫌犯 而陈启玉的这一个离开 检方说动员了上百名的警力追砌 找不到人 但是也告诉大家 他还在台湾 没有出境 检方到底为什么知道 他还在台湾没有出境 是躲在哪一个这个山洞 还是海边吗 那检方的这个理由 可能是在入出境的记录上面 没有陈启玉直接出境的记录 因为没有对陈启玉限制出境 但是却可以调陈启玉的入出境的记录 那在陈启玉没有入出境记录的状态之下 检方告诉大家 他们认为陈启玉还在台湾 那这个只能排除 他可能正是从这一个港口 而且是合法的关口 那还有机场 那买了机票 搭了飞机 那这些事情呢 在入出境记录当中 没有看到陈启玉的名字 那也就是呢 检方的虽然没有限制出境 但是陈启玉并没有大辣辣的 从机场 从这一个港口 以正式的身份来出境 那只是他人在哪里 那目前找不到 那如果他真的已经离境 那显然就是用偷渡 俗称做统子的方法 离开了台湾 那偷渡出境 过去呢 在台湾的这一个 犯人出逃 通缉犯出逃 的方式 也行之有年 那只是这一次陈启玉 如果真的是透过 做统子 偷渡的方式逃离的话 那他选的居然是这个台风 那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那这一次的这个康瑞台风 那风非常的大 那陈启玉消失的时间点 就是在十月底 十一月初 也就是呢 康瑞台风来袭的时候 他愿意冒着这么大的这个风险 这么大的风浪 也要逃离台湾的话 那背后 这整个台岩 整个光电的掏空弊案 到底水有多深 到底会烧到多少高层 那恐怕 会让各界 也质疑院检联合放水的可能性升高 那大家知道 郑文燦的案子压了七年 七年前就已经有证据 一直到现在才有办法侦办 而且看来呢 这一个行贿者都当庭认罪 要求成为污点证人 也算是罪证去遭 人赃俱获 那七年前 郑文燦能压的案子 七年后 终于曝了光 那陈启玉呢 七年后 居然还有能力 打通司法官卡 在重大的掏空弊案之后 怨检 联手放水 让陈启玉 人间蒸发 那所以呢 陈启玉的这个案子 没办法像七年前 郑文燦的案子一样压住 那因为检方已经启动侦办 手上的证据 又多到 基本上足以定罪 所以陈启玉 只好启动的是消失计划 郑文燦七年前 可以用押案的方式 安然的度过七年 那陈启玉七天都过不了关 那只好人间蒸发 这就是民进党的司法美学 压了柯文哲 找不到具体的证据 抛了陈启玉 案子完全办不出来 断了线 谈谈立法院 这一整个礼拜 都是非常硬的法案周 那不管是在野党 还是执政党 对于这个礼拜 要通过在委员会出审的 重大法案 包括了公投法 财化法 以及选拔法 那这都是高度争议 高度对立的法案的修法 但是呢 在立法院里头呢 就是一个比人头 不比拳头的地方 这是国会的特色 但是在民进党呢 立法院没有办法 得到过半多数的时候 对于在立法院里头 一筹莫展的这一个挫折 民进党大多都是 以暴力的方式来做回应 这就是上个会期 517几波冲突的关键原因 那这一次呢 这个主要的争议 先在财政委员会的财化法 这个发生冲突 那财化法呢 从早上9点钟 开会到晚上9点钟 长达12个小时的会议 有高达70人次的发言 原本呢 招伟陈玉珍 是打算要逐条审查 但是逐条审查的计划 在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发言 对于财化法的修正 有一些建言之后 没想到闹场的是 民进党的立委 因为陈玉珍 身为会议主席 他呢 这个对于林楚英的相关的建言 希望他能够写成法律修正案 一起加入财化法的修法的修正条文当中 不过呢 这个就是将了民进党一军 于是呢 民进党呢 开始扰乱整个会议审查会进行的这个程序 那中间最后陈玉珍只好也以休息的方式来回应民进党的议事干扰 那这个休息啊 一休息就休息到了这一个晚餐时间之后 那陈玉珍其实下午就宣布了这一次的会议呢 应该会开到晚上12点 因为在立法院里头的规定啊 会议到12点没有结束的话 会自动的解散啊 那这看起来呢 这一个审查呢 因为民进党希望能够突袭 让这个财化法的修法 这个审不下去啊 也就是会议解散 而不是会议自动的这个休息啊 那于是呢 在这一个 吴秉锐 经过了程序的干扰 那这个说 陈玉珍没有宣布会议要开到晚上12点 所以要处理民进党的解散动议 那不但陈玉珍看现场呢 国民党的人数不足啊 于是呢 就进行了拖延的战术 那在拖延战术的过程当中呢 民进党挡住电梯 卡住陈玉珍 不让他离开 要他回到会场 来处理散会的动议 那陈玉珍当然 在议事程序的运用上面啊 会采取休息的方式 持续进行拖延 直到他国民党的战友们 回到了这个会场上 人数又再度的占回优势 才处理相关的提案 那这个提案当中呢 民进党就算要提散会动议啊 也是无法通过 于是会议呢 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啊 那当这一个陈玉珍跟吴秉瑞 在这个议场内发生冲突啊 那主因是吴秉瑞强调 陈玉珍没有说 今天的会议要开到晚上12点 而且没有宣布要持续进行开会啊 那这个陈玉珍呢 说那大家一起来看 国会频道上面的录影带啊 如果有的话呢 他有根据程序来宣布会议开始的话 那吴秉瑞要不要用辞立委来赌上政治生命啊 那这句话激怒了吴秉瑞啊 吴秉瑞居然就破坏了财政委员会的公务啊 拿起主席台招委的麦克风就摔坏了 在摔麦克风的过程当中还不小心砸到了 民进党自己的同志吴思瑶 看这一个画面上吴思瑶的表情 显然是有一些的痛苦 那不管是砸麦克风的这个暴力方式 或是卡住电梯不让陈玉珍离开的限制行动的方式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改变 国会审查程序 以及最终的这个审查结果 不管你经过了足条审查 多么繁复的程序一再的干扰 最终呢 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 就是人数的表决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在国会里头 没有办法占人数优势的方法 叫做民主政变 所以一大早就发了一个梗图 这一个礼拜呢 是立法院的民主政变州 那民进党所列出的法案呢 就是公投法财化法以及选霸法 但事实上民主跟政变 两个名词是不可能连结在一起的 那今日呢 这个干扰国会的议事程序 不管是摔拔麦克风 或者是卡电梯限制人身自由 其实这比较接近政变 接近破坏国会的民主程序 那民主两个字 最终就是以票数 来决定最后的结果 在国会里头呢 就是举手表决的人数 在选举场上呢 就是人民投票的票数 这才是民主 那所以民主政变 基本上就是两个非常冲突的名词 民进党呢 在国会里头所上演的 这个阻挠法案修正议事程序的 比较接近政变呢 那在这一个民主程序 用投票方式选出来 多数党的在野党 这比较接近民主形式 那另外当然 这个所谓的民主的极致 直接民权的公投法 也是这一次啊 这个在野党在这一周 推动的重要的修法程序 要把这一个公投的时间 再重新跟选举绑在一起 之前民进党要求公投绑大选 那后来又要求公投不能绑大选 那现在呢 这个在野党 期望能够公投绑大选的原因 是提高公投的投票率 那当然呢 这个审议的程序 在委员会当中 民进党仍然在程序上面 百般阻挠 那现在呢 是在修法前 加开两场宫听会 那居然有民进党的立委要求 要柯文哲跟丁守中 出席这个宫听会 因为公投绑大选 所发生的这个争议 就是2018年的那一场选举 因为公投的提案 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影响到了 这个投票的时间 大家不只是大排长龙的投票 甚至到了下午四点钟 投票截止的时间到了 还有人没有办法投完票 那最后当然是 以权宜的方式 把投票时间 做一个延长 但是也影响到了 最后开票的结果 那因为投票延迟 后续的开票 也使得台北市的这个开票 延长到非常 久的时间 甚至过了午夜 以至于呢 这个民进党要求 那一场公投绑大选的 这个受害人丁守中 得力者 柯文哲 要出席宫听会 那这当然 是 以目前的现状来看 柯文哲是没有办法出席 这个立法院的宫听会的 那正在程序上面 经过了两场宫听会之后 还是得要再回到委员会来 进行逐条 其实这不是逐条 这个法案的法律 修法只有几条而已 进行了这一个 逐条的审查讨论 最终的结论的呈现方式 还是所谓的表决 在国会里头 就是比人头 不能比拳头的 那中选会呢 在身为官方的代表 则说 这个公投绑大选 操作起来 难如登天 那当中选会的主委 李静勇说 这个公投绑大选 难如登天的时候 跟过去民进党的 这个主张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其实呢 也会引人 哑然失笑 那一个公选会 中选会 连选务的办理 那把公投加选举一起办 居然在技术上 无法克服 那这是无能 还是无耻 大家恐怕会有 社会上面的这个评价 那当然 今日中选会的主委 李静勇 那被黄国昌 质问 逼到强调的是 另一个案子 就是中选会 在这个 2024的选举之后 主动控告了 21个平民 那其中包括了 网红爱丽莎莎 那因为爱丽莎莎呢 转传了在选后 选举开票过程当中 疑似 这个作票的影片 那他觉得这是一个 选举的瑕疵 那转传了这个影片 结果呢 中选会控告 爱丽莎莎 以及其他20个民众 就是评论 中选会的这个 选务的瑕疵 疑似作票 那最终呢 这个台北地检署 是不起诉 那中选会 作为告诉人 告这一个 一般的 这一个 平民百姓 结果呢 被这个 北检认定为 这一个控告无理 事实上 因为影片本身呢 是完全没有剪接的 而中选会的诉讼代理人 在法院上面呢 也承认啊 这的确是选举的选务瑕疵 开票过程 没有完全的遵照程序的选举瑕疵 既有选举瑕疵 选民难道不能质疑吗 选民质疑 最终呢 被告上法院对簿公堂 那长达这一个 十个 十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那备受身心煎熬 中选会这一个 以官欺民的这个形象 难道不该表示歉意吗 那不过呢 中选会说 这一个是 必须要以正视听啊 那法院认定啊 这是选民的言论自由 而事实上 选民质疑的相关的素材影片 是完全没有经过 变造的真实影片 那中选会的诉讼代理人 也承认啊 也坦诚啊 这的确是选务上的瑕疵啊 那既有瑕疵 还要告人 就台北地方法院判决 高宏安的这个论文案的新政来看呢 你既然知道是自己的选举瑕疵 你还要告人哦 那看来中选会这一条诬告罪 如果呢 爱丽莎莎要告的话哦 赢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只要碰到的是高宏安 论文案的法官 应该呢 诬告就会成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